列王记上第十一章,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,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,就是摩亚女子,亚门女子,以东女子,西顿女子,赫人女子。 论道这些国民,耶和华曾对以色列人说,你们不可到他们中间去,他们也不可到你们中间来,因为他们必使你们的心偏离,去随从他们的神。 所罗门却爱恋这些国的女子,所罗门有妃七百,都是公主,还有妃三百,这些妃妃是她的心偏离了。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,她的妃妃是她的心偏离,去随从别神,她的心就不像她父亲大卫的心那样,完全像着耶和华她的神。 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塔鲁,和雅门人的可憎之物,米勒公。 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,不像她父亲大卫那样,专意跟从耶和华。 所罗门为摩亚的可憎之物基摩,和雅门人的可憎之物摩洛,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。 她为所有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妃嫔,也是这样行。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,因为她的心偏离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,耶和华曾两次向她显现,并曾为这事吩咐她不可随从别神,她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。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,你既行了这事,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,我必将你的国私去,赐给你的臣仆。 然而,以你父亲大卫的缘故,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,我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私去。 只是我不将全国从你私去,我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,将一个支派留给你的儿子。 耶和华时,以东人哈达兴起,做所罗门的对头,他是以东王的后裔。 现前大卫攻击以东,元帅约压上去藏埋阵亡的人,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。 约压和以东人在那里住了六个月,直到将以东的男丁禁都剪除。 那时哈达还是幼童,他和他父亲的臣仆,几个以东人,一起逃往埃及。 他们从米殿起行,到了巴兰。 从巴兰带着几个人,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。 法老给他房屋,为他派订粮食,又给他田地。 哈达在法老眼前大蒙恩惠,以致法老将自己妻子的妹妹,就是王后达比尼的妹妹,赐他为妻。 达比尼的妹妹给哈达生了儿子基努拔。 达比尼氏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,基努拔就在法老的宫里,在法老的种子中生活。 哈达在埃及听见大魏与他列祖同睡,元帅约压也死了,就对法老说,求你让我离开,往我本地去。 法老对他说,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,竟想要往你本地去呢。 他说,我没有缺乏什么,只是求你让我离去。 神幼时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兴起,做所罗门的对头。 他先前逃避主人索巴王哈大底线。 大魏击杀索巴人的时候,利逊招去了一群人在身边,自己做他们的头目,往大马瑟居住,在那里做王。 所罗门在世的一切日子,哈达为患之外,利逊也做以色列的对头。 他恨恶以色列人,且做了亚兰人的王。 所罗门的尘徒,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。 他是喜利达的以法列人,他母亲是寡妇,名叫西鲁阿。 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是这样,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,修补他父亲大魏的城的破口。 耶罗伯安是个有才能的人,所罗门建这少年人殷勤,就派他监管约瑟家一切福苦衣的人。 那时,有一次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,是罗人誓言者雅西亚在路上遇见他。 雅西亚穿着一件新衣,他们二人在田野,以外并无别人。 雅西亚拿着自己穿的那件新衣,撕成十二片。 对耶罗伯安说,你给自己拿十片,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,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撕去,将十个支牌赐给你。 但因我仆人大魏和我在以色列众支牌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,所罗门仍然可以有一个支牌。 因为他们离弃我,敬拜西顿人的女神雅斯塔路,摩押的神基摩,和雅门人的神秘乐宫,没有遵行我的道路。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是,守我的律力和典章,像他父亲大魏一样。 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去,我必使他终身为君,这是因着我所拣选的仆人大魏的缘故, 因他谨守我的诫命和律力。 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去,把这国十个支牌赐给你。 还将一个支牌留给他的儿子,使我仆人大魏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,在我面前一直有灯光。 我必选取你,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掌权,作王治理以色列。 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,遵行我的道路,行我眼中看为正的是, 谨守我的律力和诫命,向我仆人大魏所行的, 我就与你同在,为你建造稳固的家,像我为大魏所建造的一样。 我已要将以色列赐给你。 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这些恶,使大魏的后裔受患难,但不至于永远。 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。 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,到了埃及王室撒那里。 他就住在埃及,直到所罗门死了。 所罗门其余的是,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,岂不都写在所罗门记上吗?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坐全以色列的亡贡四十年。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,葬在他父亲大魏的城里。 他儿子罗伯安接许他坐王。 列王记上第十二章 罗伯安往事见去,因为以色列众人都到了世界,要立他坐王。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听见这事,那时他仍在埃及,因他先前躲避所罗门王,逃往埃及,就住在那里。 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,他就和以色列全会众都来见罗伯安,对他说。 你父亲是我们父男父的恶,现在求你使你父亲要我们做的苦工,并他夹在我们身上的众恶,轻松些,我们就是奉你。 罗伯安对他们说,你们暂且去三日,再来见我。 民就去了。 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时候,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,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,说,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,我好回复这名。 老年人对他说,今日你若做这名的仆人,服侍他们,用好话回答他们,他们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。 王雀记决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,反而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,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,说,这名对我说,求你使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恶轻松些,你们出个什么主意,我们好回复他们呢。 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说,这名对你说,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,求你使我们轻松些,你要对他们如此说,我的小拇指头,比我父亲的腰还粗。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,我要加重你们的恶。 我父亲用鞭子则打你们,我要用蝎子鞭则打你们。 耶罗伯安和众百姓照着罗伯安王所说,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,在第三日来了。 王严厉地回答百姓,他弃绝了老年人所出的主意,却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百姓说, 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,我要加重你们的恶。 我父亲用鞭子则打你们,我要用蝎子鞭则打你们。 王不肯听从百姓,因这世的转变乃出于耶和华, 为要实现他借适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。 以色列众人见王不听从他们,就回父王说, 我们在大卫身上有什么份呢? 我们在耶稀的儿子身上并没有产业。 以色列啊,回你的帐篷去吧。 大卫阿,雇你自己的家吧。 于是,以色列人都往自己的帐篷去了。 唯独驻犹大成义的以色列人, 罗伯安仍作他们的王。 罗伯安王差遣掌管福苦义之人的亚多兰, 往以色列人那里去。 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。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,逃到耶路撒冷去了。 这样,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,直到今日。 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伯安回来了, 就打发人去请他到惠仲那里, 立他作权以色列的王。 除了犹大支派以外, 没有随从大卫家的。 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, 召聚犹大全家和遍雅敏支派的人, 共十八万, 都是挑选的战士, 要与以色列家征战, 好使国归回所罗伯的儿子罗伯安。 但神的话临到神人是玛雅, 说, 你去告诉所罗伯的儿子, 犹大王罗伯安, 和犹大、遍雅敏全家, 并其余的民, 说, 耶和华如此说, 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, 以色列人争战, 各归各家去罢, 因为这事是出于我。 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, 照着耶和华的话回去了。 耶罗伯安在以法连山地建筑事件, 就住在其中, 又从事建筑局, 建筑皮努伊勒。 耶罗伯安心里说, 现在这国要归大卫家了。 这民若上去, 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地里献祭, 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, 他们必把我杀了, 回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。 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, 铸造了两只金牛犊, 对众民说, 以色列人打, 你们上耶路撒冷去, 实在是难。 看哪, 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 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, 一只放在旦。 这事就成了罪, 因为百姓远到旦去拜那牛犊。 耶罗伯安造了秋潭的殿, 又从那不属立位人的百姓中, 立人为祭司。 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, 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, 自己上坛献祭, 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, 又将他所立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 他在八月十五日, 就是他私心所虚构之节期的月日, 上他在伯特利所造的檀献祭, 他为以色列人定了节期, 并且上坛烧香。 有点兴趣,